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也歡迎您透過YouTube頻道 飛碟聯播網 飛碟午餐 來收看我們的直播 跟大家問好 今天是清明節連續假期 之前喔 最後一天的這個 大家現在是不是已經開始有那種準備要去度五天假期的心情了呢 我們來看一下清明節連續假期 前的股市啊 今天的到目前呢是小漲了三十八點八九點 指數來到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八點三二點 大家知道嗎 在這個蔡英文呢要出訪的那一天好就是 嗯要到過境美國然後到邦交國訪問的那一天的時候 我們國安基金竟然還有這個進場護盤 要去拉抬蔡英文此行的聲勢 我覺得這真是太政治也是有點荒謬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呃 亞洲的股市 亞洲的股市啊OK 好呃日經二二五指數呢是漲了兩百六十點三七點 漲幅是百分之零點九四 香港恆生指數呢漲了一百五十七點四四點 漲幅是百分之零點七八 上海綜合指數呢漲了七點零六點 漲幅是百分之零點二二 深圳綜合指數是上漲了三十一點二三點 漲幅是百分之零點二七 好蔡英文呢繼續他在美國的行程馬英九呢 今天呢呃祭祖啊就是他此行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然後國台辦主任嗯 宋濤在昨天晚上呢呃宴請這個馬英九 然後今天呢會從這個湖北呢一路陪他到這個湖 湖南啊到這個去祭祖啊 那馬呃蔡英文的在美國的行程呢 今天傳出來一個消息呢 這有點讓人意外啊就是他參加這個哈德遜啊智庫啊 這研究所主辦的舉辦的晚宴 而且他不是領獎嗎領一個什麼 欸全球什麼全球領導力獎 然後接下來呢他就會要有一個座談 那當時呢都呃預期啊就是 美國前國務卿呢蓬佩奧呢會出席和蔡英文對談 但是蓬佩奧竟然沒有出席 欸這沒有出席就透露了呃透露了一些的玄機啊呃 如果說在之前的時候啊呃蓬佩奧出席的這個新聞是假新聞的話 那我覺得蔡英文他們方面呢應該就會應該要出來啊 透過各種各樣的這個管道來告訴大家呢呃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安排哈 但是呢他們之前沒有講然後今天呢蓬佩奧呢沒有出席 呃總統府的這個發言人呢就說啊我們本來呢呃就沒有呃都是主辦單位安排的 所以我們本來就不便幫他們做任何的說明哈呃就顯得好像就很很低調啊 然後也不願意去面對呃對這個問題所帶來的敏感性 我們知道蔡英文這一次呃過境美國他在去城的時候啊在紐約呃跟蓬佩奧的會晤以及回城的時候經過洛杉磯要和呃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的會晤 這兩個點呢都被呃中國大陸呢就是視為就是眼中釘啊特別是因為呃在在目前的整個的呃 呃美國的這個氣氛裡面我們知道呃國會還有這個共和黨呢反中的氣氛呢是非常濃厚的而蔡英文呢他此行呢很多都是主導在這個國會的這個手上 那這個部分呢就會讓這個民主黨政府呢感到覺得非常的嗯尷尬啊而且有點為難的這個地方特別就是因為當這個民主黨政府呢希望能夠呃和緩跟中國大陸之前的時候因為氣球事件啊所造成的這個緊張關係拜登呢就一直急著想要跟呃習近平通話嘛齁所以呢他們嗯對於蔡英文這一次到呃美國的過境的訪問 你就會看到他們在很多的這個處理上面呢就是高不得好但是太低呢又怕又怕遭遇到呢呃在國內的這些呃抗中派反中派的這個批評啊被這個共和黨這個笑好所以這個分寸的拿捏之間呢嗯民主黨呢其實頗頭痛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民主黨呢政府在去刻意的好冷淡並且是呃壓低啊蔡英文這次的這個行為 呃呃所帶來的敏感性對於中美關係的衝擊他有幾個很很明顯的這個跡象哈就顯示說第一個 原來呃本來呃美國的這個助理國務卿康達要舉行跟著外籍記者要舉行的這個記者會他臨時就延後啊然後取消雖然說後來還是開了哈但是呢取消的這個行動和延後行動就是 不太尋常啊你要不然就不要開嘛你偏偏呢在我們呃以前臺灣的這個總統呢過進美國的時候呢從來沒有呃舉行過記者會你你突然要舉行一個記者會然後又在舉行前的23分鐘取消就會顯得怪怪的哈就是裡面大概有一些很敏感的訊息 當然就是會被猜測說是因為呃美方呢在跟這個中方這個溝通的過程裡面希望嗯不要恒生之節 然後後來呢很快就定調就是他就是單純的這個過境訪問然後那個白宮的那個協調官呢科比呢還特別的強調說哦我們沒有行政官員要跟他會晤在這樣子的氣氛的鋪墊呢都好了的呃都狀都已經妥當的狀況之下 康達啊康達啊才出來呃開了這個記者會啊然後呢那還是強調他們的就是低他們的就是單純的啊提供這個旅行上面的一個便利然後呃隨行跟蔡英文採訪的這個記者在呃美國的期間的很多的報導也被限制啊蔡英文在之前去的時候呢很難得的啊就是報導上面呢被鬆綁啊那就就是可以看得出來美國對於蔡英文的態度嘛 而且也符合美國的這個需要就是說在美國當下的時候他要營造一個什麼樣跟這個中國之間的氛圍啊就會影響他就會形象他他怎麼對待呃蔡英文好那這一次呢就是各方面呢就被限制的很嚴格呃就知道就說呃就像我剛才講的就是美國就不希望在在這個蔡英文訪美的這個事情上面恒生之節 我相信呢大陸呢必然是透過不管是王毅跟這個蘇利文的呃通話啊或者是呢呃中國呢駐美國大使館他們的傳達啊呃大陸方面的態度和意見呃美國已經一定能夠充分的感受到好如果說美國呢要藉著蔡英文過境的這件事情 來去玩一些呃再去刺激這個中國的舉措的話呢可能要導致的這樣子的一個後座力呢是美國呢所所不願意 起碼不願意在現階段見到因為為了這種事情攤牌太不值得了嘛啊但蓬佩奧為什麼沒有去呢你很難想像說蓬佩奧呃他會是一個因為他是共和黨的嘛啊然後又是呃這個國務卿啊然後他會在他會呃接受這個民主黨呃方面的勸說然後不出席跟蔡英文的對談嗎我覺得比較有可能的狀況呢反而是我們不希望啊就 蔡英文這邊不希望因為他跟蓬佩奧的對談蓬佩奧呢一些比較刺激性的這個言論啊呃來激怒了這個中國大陸呢讓中國大陸出手所以他就沒有跟這個蓬佩奧對談就等於是說勸說這個蓬佩奧呢你就不要出席這個對談了啊然後因為呃總統府發言人還講就是說也沒有安排在此行之中呢也沒有安排跟呃蓬佩奧要有 任何的這個會晤所以蔡英文他們是不是想要把所有的精力跟焦點呢就都放在是跟麥卡錫的這個會晤上麥卡錫現在這個場子好像要搞得很大啊不只是他自己要跟呃蔡英文會晤還有二十多個啊二十多個呃國會議員呢都要跟他呃一起來和這個蔡英文會晤那大陸已經揚言啦說他們要會呃強硬的回應但是會如何的強硬回應呢 美國呢顯然是不敢這個掉以輕心的所以呢他們印太司令部呢就說他們已經做好了呃完全的準備好然後呃以避免呢任何這個態勢就升升高好就說對於呃大陸來講嗯今天蔡英文他已經呢正視到好他已經呢感受到當裴洛西來台灣訪問的時候大陸的這個圍台軍演對 被台灣造成的這種震撼效果而且也因為這個圍台軍演呢就讓台灣的民眾呢看破這個手腳就是你抗中保台的口號是沒有用的哈你真正的發生了一個接近戰爭邊緣的演習行動的時候其實你你這個保不了台啊呃大陸的這個飛彈呢越過台灣的上空你你當時能夠做什麼啊你能夠做什麼而且呢嗯為了太為了避免啊這樣子的一個高度的 而緊張和敏感的一個狀況呢會刺激到這個民眾啊對於政府之對付對於正對政府應對兩岸危機的這種信賴感所以國防部那時候呢還還沒有還沒有發布哈還是由日本那邊發布了我們才知道所以你這個對於台灣民眾來講你就是看破了呃民進黨的這個手腳嘛那所以蔡英文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嗯知道就是說如果麥卡錫來台灣的話那所引起的這個效應呢 是會嚴會比佩洛西來台灣的時候更嚴重啊所以他就說啊那我到美國去好了啊我在我在美國的時候呢我們碰面他希望呢能夠降低哈能夠降低嗯並且呢呃能夠有效的哈去讓這個麥卡錫到台灣來這個衝擊性能夠減低顯然大陸呢嗯顯然大陸的想法呢跟蔡英文是不一樣的哈他會覺得說我如果這次呢給你開綠燈的話 你下一次呢是不是就往華府前進了往國會前進了歡迎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我是尹乃金也歡迎朋友呢透過YouTube頻道啊飛碟聯盟網飛碟午餐來收看我們的直播哈嘍跟大家問好啊然後嗯這個雷鳴問我說尹乃金同學怎麼看馬英九同學為什麼2008年不去北京市看奧運會順便和胡錦濤同學發表共同宣言還是兩岸和平統一倡議 唱一書啊推動兩黨政治合作創新文化他那個時候是總統啊他怎麼去他要以什麼身份以這個中華台北嗎不被罵死了嗎好就不可能啊他那時候就是不可能去啊哈嘍這個余方午安雷亞洲午安AB午安大家午安YL午安James劉午安好然後這個YL說這個歡迎蔡英文的台橋拿國旗不拿綠旗為他覺得很奇怪是我也覺得很奇怪好這個Q QGL說共機不會等他回來在空中迎接他那不然他要怎樣啊然後南柏萬說如果說呃蔡英文回來的時候那個時候呢正在正在台灣東邊軍演不讓蔡英文回來怎麼辦嘿不知道欸就是不曉得會和會有些什麼樣的大大陣仗我昨天的時候已經講了啊就是呃大陸的一位學員 學者呢王英飛啊他就說呃馬英九去大陸啊兩岸的形勢這個和緩那這樣子的是不能夠呃取代或是降低蔡英文在美國呃此行他所帶來的這種敏感性啊所以大陸呢還是會呃用這個軍演呢來伺候呃蔡英文那而且呢他還講了說而且他還講了說這個呃 大陸呢可以保證啊馬英九回台灣的安全但是呢蔡英文呢就只能夠呃沿著演習的這個周邊呢回來好你自己找路回來吧好不曉得情況會是怎麼樣啦齁但是呢蓬佩奧今天呢沒有出席呢透露出一些很微妙的很微妙的這個訊息在裡面啊呃因為蓬佩奧的言論呢可能呢會比呃麥卡錫呢來的呃更更前進啊更前進啊 那他之前的時候就已經他卸任了之後呃不當國務卿他就講說那個美國應該跟這個台灣他們講建交其實都他們講建交就講建交就有點怪了齁你是要跟中華民國恢復邦交但你如果是建交的話就是一個新的國家囉那你這個是不是就隱含著要支持台灣變成是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然後你美國跟台灣建交是有這樣子的意思嗎就蓬佩奧的這個言論呢就是非常的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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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给松掉了 然后在这个川普的后期的时候 当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自己防控不利 然后所以他们大打这个反中牌的时候呢 蓬佩奥也都是一直在这个最前线 那他这一次呢 哎竟然这个没有出席 我觉得这里面透露出来的 一些的政治的讯号呢 这个是非比寻常了 好这个是 蔡英文访美这个最新的 一个讯息 然后我看到这个德国之声呢 在去评论啊 蔡英文访美还有 马英九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时候 他用了一个标题啊 他说这个中国接待马提升层级 蔡英文访美呢 转趋低调 你就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 不是我 不是只有我们在讲啊 美国呢在冷处理 美国在冷处理蔡英文这一次的过境 其实其实这个名领人 大家都看得出来啊 呃现在对于美国来讲 他的当务之急 他是要在一个大的 大的一个呃竞争的这个格局之中 他想要去维持 跟中国方面的一个沟通管道 特别是在元首外交的部分啊 呃拜登呢 他自己呢 对于他在这个元首外交 元首沟通上面 他是非常有自信的啊 他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啊 他呃他相信呢 就是他他认为 他就是一个比较老派的 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人物啊 然后呢 他认为呢 呃他对于习近平呢 是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和理解的 习近平在当国家副主席的时候 他当呃副总统 然后他们好像一起出去了 一起出去了 有他说有十几次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好 他觉得他对于习近平呢 是非常理解的 他觉得呢 可以透过呢 两个人呢 过去呢 所累积起来的这个认识啊 然后呢 透过不管是面对面的接触啊 或者是说呃通话 能够去缓解啊 控管呢 目前的中美之间的各种各样呢 看起来呢 就是要去引爆这种 比较激烈冲突的这些的因素呢 就可以来进行这个控管 但是呢 呃美 但是呢 就中国来讲呢 我觉得他们现在大概也就是 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啊 就在于是说 大陆呢 过去呢 对于元首外交 他们是很 他们是很高度的啊 重视这个元首外交 而且他们也相信呢 元首外交呢 可以起到一种引领的一个作用 对于未来双方之间 行政部门呢 很难 呃很难呢 去干涉啊 去国干涉国会 或是去主导这个国会呢 要做这个什么事情 更何况呢 现在呢 国会的力量呢 越来越大 然后众院呢 又不是呃 由民主党掌控的情形之下 众院是民主党掌控的情形之下 国会都不见得 呃行政部门都不见得 呃很能够跟呃国会这边 希望国会来去配合行政部门举措了 这都已经不容易了 国会议员 有国会议员的利益 他有他选区的利益啊 他呃在 他的选区利益的 这个驱使之下的时候 他不会都照着这个 你行政部门的方向走的嘛 然后国会议员的力量呢 又要越来越大 更何况呢 像现在呢 是由麦卡锡 呃共和党所主导的 这个众议院 他根本就 他才他才他才不要配合你呢 他才懒得 他才懒得听你这个呃拜登 呃在那边呃希望我们怎么样 这个就就都很不容易 那我觉得大陆呢 当他去认知到 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跟一个情况的时候呢 你对于元首外交 所能够建构出来的 双方的信赖技术 当然就大打折扣了啊 而且呢 我觉得美国呢 也是一个很脆弱的啊 就现在的国内政治 就是引导呃主导他的整个政策的走向 这种是越来越强了 呃两国之间就可以为了一个气球事件 呃搞到这个布林肯本来要去中国访问 然后因此而取消 好如果说呃是一个在面对像类似这种气球这个事件 这种事情真的是可大可小啊 好你你面对这个气球事件的时候你如果处理的方式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好 那这个对于中中国来说 那他当然就是会呃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去衡量跟跟你这个白宫跟你这个行政部门这个交往 我们要去恢复啊 剑刺的这个恢复啊布林肯到中国去访问 然后接下来呢呃可能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拜登跟习近平的再次的会晤 你连那个气球的事件都挡不住 那那我我们建构的这个呃元首外交的这个价值到底在哪里呢 那就当然就被打了很大的问号 而且呢在有关于台湾的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呢 呃就是我觉得对于大陆来讲有一种很深的感触吧 好就觉得说我怎么讲都没有用 好我就跟你讲了这个台湾问题呢是我核心的核心啊 你要在这个呃地方呢这个玩火呢是会有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的 可是你还是照做好呃那对于大陆的最核心的利益 呃那美国总总是要拿出就就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你美国总是要拿出一个诚意还拿出一个方法来应对嘛 所以现在呃美国一直希望能够 拜登能够跟习近平通话啊那为什么一直谈不成 他们就要看看你那你在你在这个四月的时候 现在了啊三月底到四月四月初你怎么去处理蔡英文的过境访美 好我们你我们看看你你你展现了多大的诚意 我们在决定后续我们的交往的方向跟原则啊 啊我拜登为什么这么急的啊要跟习近平通电话啊 我觉得俄乌战事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 特别是在呃习近平出手啊 然后要在俄乌战事的这件事情上面做一个调停者做一个和平缔造者的时候 这个对于美国所带来的压力呢是大的啊嗯虽然说后续到目前为止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太更进一步的这个进展啊 而且普丁呢还扬言他要在白俄罗斯呢部署这个呃战术核武啊 但是正因为普丁呢拉高了啊他的姿态反而使得这件事情呢他就有更迫切的需要透过和谈啊透过谈判透过各种各样形式的一个沟通使这个情势呢能够降温下来 否则的话呢如果没有呃居中的一种穿梭安排和降温的话那局势的未来的发展就更难测了啊 再加上呢呃泽伦斯基在之前的时候接受这个美联社的访问的时候呢公开的又表示说他想要呃邀请这个习近平呢到这个基辅去访问 好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呃泽伦斯基他乌克兰在这方面对于中国呢主动的扮演一个调停的角色 他是有所期待的因为这个美国的国内的政治他们现在对于继续支援呃乌克兰战争 他已经出现了战争疲劳就支持疲劳的一个状态了呃对于要不要持续的支援呃乌克兰武器 然后要呃如何的这个力度到底要怎么样啊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共和党的看法就跟民主党就不一样嘛啊 像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议长的麦考尔他就在他就在听证会上面强调说你要去监督啊他的资金的使用啊 然后呢嗯你开给这个乌克兰就美国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援助真的是对于很多的这个呃呃 呃美国国会议员来讲你不能够你不能是一个空白不能像是一个空白支票一样啊 啊这个麦考尔啊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主席麦考尔呢他就质疑他说你在四项对于乌克兰追加拨款的1,130 30亿美元之中有20%的资金用直接预算援助的方式来流向这个乌克兰你必须要依法监督和合责啊啊 否则你这中间呢你难保有一些贪腐的这些状况呢会发生那这样子怎么怎么被被交代呢怎么跟这个纳税人交代呢 哈所以当美国的国内出现了一种嗯战争疲乏支援疲乏的一个现象的时候拜登是要选连任的人哎 他必须要考量到这个美国民众对于呃这场这个战争的支持到底强度有多强 你投注了这么大笔的这个金钱投注了这么多的这个心力在这场战争上 如果搞了半天对你的选举不利这不是很瞎吗啊好呃这个是美国的这个部分啊 然后呢我们讲到就是蔡英文在美国的这个访问蓬佩奥斯这是很奇怪竟然没有现身跟他这个对谈啊 然后在呃马英九在访问大陆的部分呢昨天他和国台办主任这个宋涛的会晤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啊 呃马英九跟这个宋涛谈这个九二共识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啊 谈到呃两岸关系啊要靠我们自己来这个和平解决啊然后呃两岸是一定要谈啊也只能够透过谈来这个解决问题 然后谈到这个九二共识啦然后他在任内的时候呢如何的因为有达成了这个一九九二年香港会谈达成了九二共识 所以双方才能够签署二十三个协议啊然后到这个二零一五年的马席会啊所以这都是不容易的啊就是嗯 马英九讲这个没有错他说双方共同建立了一项和平处理艰难问题的历史典范啊 嗯回顾历史更能够体会制度性建立的不建立不易 我说宋涛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很难得的地方在哪里他在通篇跟这跟呃马英九的谈话里面 他没有谈到他没有谈到和平统一耶他没有谈到一国两制耶啊 嗯这个是在这个是在这个过去我们看到呃王沪宁啊 在去会见呃夏立言啊还有呃以前的这中国的这些呃领导人呢在会见呃台湾方面去的啊这些政治人物的时候呢 特别是特别是政党啊就相关的啊就政治性比较高的这些政治人物的时候 几乎都一定几乎都一定会谈呃这个呃两岸这个和平统一啊然后一国两制未必 但是呢都会谈到这个和平统一但是在宋涛的谈话里面都没谈耶 哦我觉得大陆方面呢真的是很节制啊而且呢呃充分的理解到呃马英九这一次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嗯他的一言一行啊然后大陆方面呢透过这个呃跟马英九的会谈所传递讯出来的讯息的敏感性啊就说如果说今天宋涛在和马英九会晤的时候大谈啊大谈什么呃和平统一是两岸同胞什么什么共同追求的 然后呢这个呃呃在二十大的时候啊针对有关于呃处理台湾问题的这个方针以及呢呃习近平总书记呢在告台湾重包书四十周年的时候呃提到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等等这些的话哇那就不得了了啊那这个就变成是说马英九在那边 你就是大大的接受了好像大陆的这种统一啊啊一国两制的呃是怎样是是统战吗是认知作战吗哈 他一定会被他一定就会被批评的一塌糊涂了啊可是宋涛都没讲耶他只有讲两岸同胞一家亲哈希望呢两岸同胞呢能相向而行 攜手并进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的福祉我们是一家人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我觉得他的措辞和不谈这些敏感的议题是非常高明的我刚才提到就是宋涛呢和马英九啊的会谈之中呢他没有提统一啊没有提一国两制 我认为是一个很高明的呃谈话他只谈这个两岸一家亲啊就是他透过这些很软调的这个语言诉诸一种家人啊呃中华民族的这个情感啊然后不去碰这些呃敏感的啊就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台湾的对这方面的这个问题的这种夸大和这种敏感度啊所以我认为很高明那林某维布很有趣啊 他说呢嗯他说高明啥在大陆网路上面被骂死了哈哈哈哈不过呢在大陆的网路上被骂死了对台湾是好的啊对马英九是好的啊如果说呢呃宋涛他大唱这个统一的调啊大唱这个一国两制的话呢那国民党呢就就惨了啊就很惨很惨很惨了啊嗯选举还是要拿台湾的票啊所以我觉得在政治处理上面呢 大陆方面呢是展现了高度的这个克制跟这个政治上面的这个考量和智慧了啊嗯接下来就是也不确定了啊现在不知道就是呃马英九呃他的到上海的这个行程的时候会不会会见这个王沪宁那王沪宁又会怎么讲啊那也蛮蛮令人好奇的他跟这个王沪宁在2015年的新加坡马席会的时候呢两个人是见过的啊嗯那王沪宁呢因为他嗯 他是三代他是三代的大陆领导人的文胆啊那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谈话会有些什么样的论述啊嗯如果呃他们两个的会晤的话呢我也我也还蛮我也还蛮期待听听这个王沪宁讲些什么啊呃当宋涛跟呃马英九的会晤没有谈这些统一啦啊什么一国两制的这些话题的时候呃王沪宁是不是也不会谈啊 那他如果不谈的话他要用什么样的表述啊特别是在这个两岸这种很敏感的这个时刻哦因为我们知道呃二零二四年就要选总统了嘛所以马英九这边马英九在在大陆的一言一行对于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国民党的选情当然是会有影响的啦啊呃这个QGL问说小马哥不会回来再选总统吧 不会吧哈哈对啊虽然说有就是我也有听到一种说法就不排除啊那种那种不排除就是国民党很惨啦就说国民党那个时候呢呃所有人的呃民调呢都一塌糊涂了都已经是一塌糊涂了那没人了啊所以呢就只好马英九出来再再战啊嗯讲到民调这个一塌糊涂呃美丽岛电子报呢公布的一个最新民调啊蔡英文呃不是蔡英文赖清德还是领先 38.4领先侯友宜的26.2柯文哲呢是20.3嗯对于侯友宜来讲呢更大的警讯是在新北市侯友宜的大本营啊新北市他竟然呢也比赖清德少耶很惨耶所以你看啊赖清德的支持度增加了4.7个百分点啊不是不是我看在侯友宜 等下在侯友宜的这个部分呢就本命区呃在上个月的时候哎为什么我看上个月的时候但这个月呢他就掉了啊上个月的时候侯友宜是领先赖清德的侯友宜35.2赖清德31.6但到了这个月呢赖清德变39.5了侯友宜到20.5哎 输了19个百分点这样我们太惨了一点啊如果那个时候的马英九回来之后的台湾是这样子一个状况的话 而马英九呢没想到他竟然民调还不错不会吧希望不要这样好我们最后来谈呢这个今天呢对美国来讲呢是大事啊 其实对于全球来讲也是大事了啊就因为呢川普呢被呃起诉了啊川普被起诉了然后呢这个是呃美国史上啊司法史上第一次不管是现任总统或是前总统被起诉的例子 然后呃川普起诉的消息一传出来之后呢根据最新的民调这个Fox News啊就是本来就是支持这个川普的这个福斯电视台所做的民调呢川普的支持度呢超高 百分之五十四啊然后呃一个本来被看好的这个Florida的州长呢德桑提斯呢就百分之二十四啊然后之前的时候呢也是支持川普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执行长啊马斯克他就说如果川普会起诉被起诉的话啊那他呢就会在大选之中赢得压倒性的这个胜利啊川普是为了什么被起诉呢他是因为呢跟那个风暴女 跟那个风暴女暴风女风暴女好那个丹尼斯啊丹丹尔斯啊就是他的之间的所谓的婚外情啦然后他们还有呃他还对外呢讲了就是他跟川普呢之间呢有性行为啦好那他他出来的这个描述的都很露骨啦哈嗯他这件事情呢是在在二零一五年的时候 啊在二零一五年的时候呃发生的然后后来呢川普呢因为他要竞选了嘛那所以呢他就是为了要去呃封住这个呃封住他的口这个暴风女的口啊因为他本来准备要出书啊所以呢他的律师呢就付给了他十三万美金的封口费付封口费的本身的行为并不违法啊 但是呢呃川普呢他们是用这个付因为他这个他的律师先付了这个十三万然后后来呢川普的旗下的这个公司呢用法律顾问费聘用法律顾问聘用费的名义去支付了这笔钱 他这样子呢就违反了联邦竞选资金法哈呃经过大陪审团的听证和讨论之后呢就决定了起诉川普 那现在呢起诉的具体的理由因为还是还是密封的现在还不知道哈呃大致上的这个呃根据纽约时报啊他们各方面的了解呢应该是是这样子的一个理由就是 你违反了联邦竞选资金法啊你伪造这个商业记录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一个轻罪啊但是呢你如果呢你 以这个犯轻罪的这个行为呢去从事隐瞒 或者是隐瞒另一项罪你以这个犯轻罪的这个行为来去从事或者是隐瞒了另一项罪行的话就会使得你的罪行升高啊 那最重呢可以办判四年的四年的牢狱啊四年的监禁啊所以对于川普来讲呢这个官司呢就真的是一个两面刃啊 啊虽然呢非常的难堪啊也非常的难看他作为史上第一个被起诉的美国不管是前总统卸任的总统或是现任的总统 但是呢这个案子呢在呃美国现在呢就只讲意识形态不问是非的情形之下却能够大大的这个刺激啊他的支持者 因为川普呢很很早就已经不断的哈再去打这个预防针他就是告诉所有的支持者他的选民哈就说没有性交易啊不是性交易啊没有这个婚外情哈没有任何什么呃没有任何呃不法的行为 没有付封口费什么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哈这都没有这些事情这些所有的事情呢都是民主党啊这个被这个检察官啊这位呢呃布莱格呢他根本就是左派的啊那个金融大鳄呢索罗斯呢他出钱养出来的啊他出了100万让他当选这个检察官 然后他这个左派势力呢对我的打击这个民主党呢对我的打击这个是史上最高级别的政治迫害最高级别的一个选举干预啊然后呢依照他们相关的这个程序他被起诉之后呢呃他要回到这个纽约啊来呃接受接受后续的刑事上面的这个司法这个审判嘛那嗯纽约的这个警察呢会去 会去 这次他这次很奇怪哈 嗯警方呢会把川普呢收押啊就从他的这个住宅里面带走啊带走呢带走了之后呢他就要依照那个程序他就要按下指纹然后还要去拍拍那个我们在嗯电视上面啊或是在电影上面呢你常会看到就犯罪就是我今天有犯了些什么的事情啊或是什么的话呢我就被被逮了之后呢我到警察局呢我就要去拍那个口卡那个照片 有没有啊就是就是一个犯人的那个犯人犯人嫌犯啊嫌犯的这一个照片啊那他的这个律师呢考量到就说啊是不是要呃保留一些的颜面啊或是各方面的这个考虑呢所以说希望呢呃能够呢呃把他从一些个比较私下的这个通道呢呃带进带进去啊不要让大家这个拍不要让这个媒体这个拍到啊哎他也他也有可能会被他应该会被上靠被上靠 然后带走啊但川普就说不要我不要啊还还号召他的这个支持者呢就是我要被逮了好你们赶快来这个呃你们要赶快来赶快来这个声援我哈我如果是川普我也不要啊他这个是一个大大的这是一个大大的秀啊大家还记得陈水扁那时候呢因为他被被带走的时候他被上靠的时候他不是高举他的双手吗过过这个头他是说他无罪吗还是说他什么 我已经忘记了哈就说这个对于川普来讲这是一个一个一个人啊当一个人厚颜无耻的时候呢你所想到的就不是自己的尊严啊而是呢什么样的对于我现在想要拿到的东西啊对于选举的最有利这对于川普来讲这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秀场啊呃现在大家关注的是说 当呃警方采取呃行动的时候川普号召他的支持者到底会有多少的支持者去去声援这个川普然后会引起多大的这个波澜现在不知道哈呃之前的时候当川普散布出来说啊我要我快要被逮捕了你们赶快要来这个声援我的时候呃初步初步啊在当时那个时候呢初步来看呢好像响应的 这个人呢并不如预期可是那时候因为事情也还没有发生啊当这个事情呢确实发生的时候会是怎么样不知道啊那这个呃川普的被起诉他反而会是在选举之中呢一个很容易被操作的一个议题川普每一次呢在在谈到呃他受到了什么这样的司法迫害呃这个民主党在怎么样的阴谋对付他的时候他的 他随机下来的他随机下来的他们就会有那个募款账号哦就是出现在他的这个社群网站上面啊然后呢捐款呢就碰就暴增 因为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很很病态的很病态的一种一种支持和一种呃狂热啊呃这件事情呢他跟这个风暴风女啊暴风女这个Daniels啊那这个事情呢真的是 是讲起来是非常的非常的露骨的啊呃因为这个女生呢他在呃对外讲述这些细节的时候呢就完全完全也都不不遮掩啊他很充分的知道他讲这些东西呢对于他的呃生价啊对于他他之后还办了巡在美国有在脱衣舞的酒吧呢办了他的这个巡演啊 也是赚进了不少的钞票啊在呃他在二零零他是在这个二零零五年的时候啊在内华达州的他后啊他后湖的名人高尔夫球的锦标赛上面呢跟川普碰碰到了啊 然后呃这两个人呢还在这个呃Daniels他担任接待员的色情片的工作室里面合照啊呃川普呢头戴这个红色的棒球帽穿着黄色的Polo衫和牛仔裤 那Daniels呢穿着一个紧身的啊黑黑上衣站在这个川普的身边那一年啊2005年的时候呢Daniels呢是27岁川普是60岁 然后他的第三任的妻子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妻子啊这非常漂亮的这个model呢梅拉尼亚呢才在这个四个月前呢生下了两个人的儿子啊拜拜伦啊那对于川普来讲我想他没有任何的顾忌嘛 他就是一个他是他是一个知名的电视主持人啊然后他到处呢呃去跟这些这些被介绍认识的啊不管他是在脱衣呃是在这个脱衣舞这个酒吧里面这个工作或者是他他在拍这个色情片啊然后对于川普来讲他就是寻求他就是追求他就是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嘛啊 然后我说这个丹尼尔斯呢丹尼尔斯他讲的呢真的非常的露骨啊是嗯他他在告诉这个媒体的时候呢他说他跟川普呢发生了这个性经验啊有性关系啦啊然后他说这可能是我经历过最不怎么样最不怎么样的性经验啊然后还批评了川普的一些有的没有的一大堆啦啊 好那川普就说不是婚外情啊我们没有这个我们而且没有发生过性行为但是因为这个丹尼尔斯他就把细节描述的很详尽啊那所以你是相信谁呢好那因为怕他的这件事情对川普造成影响所以他的律师就付了就付了13万的封口费然后现在川普就面临被起诉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